入夜后,当多数城市褪去白天的繁华,慢慢恢复宁静 边境小城瑞丽却因为扎根在这里的多家珠宝翡翠直播基地成为了一座不夜城 记者近日走进捷告玉城直播基地看到 近千名主播通过互联网直播销售预期,场面十分壮观 到晚上十点半到十二点这个时段是在基地里面仍是最多的 最多的时候,据我们不完全统计的话,最多的时候晚上接近过一万人 缅甸产翡翠,大部分销往中国 云南边陲小城瑞丽三面与缅甸接壤 是翡翠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 在距离结构玉城直播基地约两公里 多宝制城Live直播基地同样热闹非凡 目前在该基地参与直播的主播约三千五百人 来自黑龙江的90号小伙赵波就是其中之一 上播的时候啊,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下播的时候就是跟一个气球一样,放了气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非常喜欢我这份工作 我现在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就是我感觉就是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力 给粉丝砍价的时候 做好了的话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多 赚多少钱无所谓,就是累不累 无所谓,就是能发感觉自己能有用武之地吧 从玉石线下销售转战直播间 另一名主播汪敬平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在他看来互联网直播平台的加入 让寻常百姓也可走过路过不错过 很多的喜欢珠宝翡翠的玉石的朋友们 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 大家觉得这个行业的水特别特别的深 但是自从有了直播待货之后呢 就是说这个行业 就是更加的公开 价格更加的公开透明化了 帮助客人把关质量和商贩砍价 对主播来说提高内功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你的专业技能一定要是过硬的 你对产品的了解 这款产品是出自哪一个厂口的 然后是什么样的那个雕工 主要还是空调能力和专业知识 两个相结合 据悉 瑞丽珠宝翡翠直播行业 2019年交易额突破百亿元 截至2020年5月 在瑞丽的珠宝翡翠行业 直播同业人员超过6万人 如何对行业进行规范和监管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此 瑞丽市互联网翡翠直播交易 管理规范日前出台 对翡翠直播平台经营者 翡翠直播线下服务商 主播严刑局之等 均进行了规范 并明确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 不断的完善 不断的规范 那对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良性发展是有更好的作用